再来就是录制区齐 我们要录制区齐 第一步请各位先把这个 上面有个箭头 最上面 然后这边有个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的地方 点开之后找到 自定功能区 然后就是 这边点开 然后找到 这个自定功能区里面 这边就有开发了一遍 OK 你要把它打勾 那你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它就隐藏功能出现 按确定 你会按这边就有开发人员 那这个开发人员里面 当然我们用到 主要就是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区齐 那录完的区齐就在这里 它有video basic 主要这些东西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就是自行再找一下 这个开发人员 把它打开 那后面我们要录制区齐 那不过 可能会有同学想说 那老师为什么这个开发人员 不直接打开就好了 主要原因当然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开发人员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的 OK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的功能 它当然自然就不会预设就把它打开 不过可能在未来的office 2020版本 可能这个开发人员应该就直接打开了 为什么 因为它发现 现在这个开发人员每次几乎一半以上的使用者都会直接把它开启 那表示什么 大家都会写程式而已 那自然它就直接预设帮你打开就好了 直接让你方便 OK 另外以前他有听过怎么样 这个visualbasic即将被python取代 好像之前他写过问卷 好像微软问卷说你是不是同意把visualbasic把它换成python 然后好像印象中我好像有多愿意 或者说可以 或者是说最好两个都保 visualbasic也保 然后python也保 也增加 那后来好像 怎么讲 只听楼梯响 但是没有看到人下 就是没有看到任何 好像没有动静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直接改成python 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是短时间应该没那么快 另外的话 如果你会用python的话 其实也可以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用python就控制 yourself 各位也可以 也蛮多人这样用 都没有关系 反正呢 什么样的方法 更有效率 那就OK了 那待会我们就是利用那个录制句集 产生一个句集 然后并且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刚刚的动作自动完成 那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开放你打开吧 我希望录制句集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 跟各位讲 第一个你会发现多了两个东西 这东西 有没有 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是做什么呢 如果以前你假如不会做录制句集的话 你变成说每一次都要再输入一次公式 输入完公式之后 你还要再快点两下 然后如果要清除的话 变成说你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自己再把它选起来 然后再deletece掉 可是问题 如果你希望它可以透过这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的话 有没有 然后如果清除的话自动清除 那这个 如果你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 那将来很多的动作 假如一整天你做很多动作 那你势必就不需要重复再做了 OK 所以有些地方 假如你希望把很多动作 全部串联在一起 并且做出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把你之前做过的动作 让它重新再跑过一遍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 OK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吧 其实还蛮简单的 清除就清除这个 那颤接就把刚刚的公式 放到这边来 那当然其实它主要是做了 像这个颤接主要三个动作 一游标放在这里 二输入公式 三向下填满 三个动作 那清除的话也是三个动作 一游标放在这里 二的话选到底 选到底你给它记下一个快速键 叫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向下是方向 Shift是选取 所以Ctrl就有向下 然后按子立程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范围自动选到最下方 然后并且删除 好 那可是问题都是三个动作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各自的按钮的做法 那跟各位讲一下 如何做 第一个的 一样 请各位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找到录制聚集这个按钮 录制 那录制聚集 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就是会帮你把 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记录下来 并且自动帮你把这个背后的程式帮你写出来 OK 那写出来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个句集 OK 那那个句集的话呢 你可以自行再产生一个按钮 它就可以 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是实行那个句集 大概是这样的作用 那如何做呢 首先的话呢 我第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开发人员 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 首先的话呢 录制聚集之前 请各位先彩排一下 那并且你彩排之前 这个把它恢复好 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没有的话把它抵制掉 好 待会的话 我要做两个按钮 OK 然后呢 最后的程式其实放在哪里 其实就放在VideoBank里面 这边有个模组 其实就放这里 就这两个东西 好 把它单掉 移除掉 就是这个模组里面 也就是以后 如果假如你录制好的句集 其实它帮你放模组 模组里面有Module1 然后呢 它实际上的位置是Sub 有没有 End Sub 有没有 这个是串接 这个是清楚 所以其实有两个Sub 等于是一个模组里面 放了两个Sub 把它先汇出好了 OK 把它关掉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一 你在录制续集之前 比如说我要录制一个 续集名称叫串接好了 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直接按一下 那个串 这个录制的话 它就开始记录 你现在所做的任何的 那个什么滑鼠键盘的动作 那如果NG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那就要重来的 就跟你开录一样 所以我是建议 你在做录制之前 请你先彩排 彩排之后 就像比如说你要开始拍东西 你先模拟一下 你那个状况 不然的话可能会NG 那所谓NG就是 它也会录下你做错误的那些动作 也会自动帮你产生对应的程式 所以我们来录制之前 请你先取消 我先彩排三个动作 我刚刚有讲过 一游标放在这个储存 所以记得你一定要点的这个动作 点的话你不能游标已经放这个储存格 你这样点没效 如果它原来就在这里 那不行 你一定要先把游标先移到 这个14这个储存格外面 所以第一个动作 游标先放在14 好 它会帮你写一行程式 叫什么 Range14 点slate 游标放这里 第二步的话 就是把公式输入 公式什么输入 记得它原来本来有公式 你不要删掉 因为我只是要把公式加进去 所以你怎么加 最简单 请你把游标放上面 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打勾就可以了 OK 所以二 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打勾 这样就输入公式了 那三的话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 那一样嘛 游标移动到右下角空点 快点两下 OK 好 完成了 三个动作 多一个都不行 OK 不要多也不要少 反正就三个动作 一 放这里 二 上面打勾 三 快点两下 好 OK了 记得了 应该不多吧 好 那再来的话就清楚 那怎么清楚 一 游标放这里 然后二的话呢 因为要把它全部清掉 怎么全选 当然有以前同学这样选 可是问题它过头 而且它等很久 不好选 而且你这样选的话 有个缺点 就会固定了 你选到哪里 它就固定 可是以后如果资料增加 或减少 它不会追踪 所以我建议你 各位可以学一个 向下追踪 那怎么向下追踪 一 游标放在一字 下追踪是 Ctrl Shift 向下 记得 Ctrl Shift 向下 其实Ctrl 向下 Ctrl 向下 其实就是 就是把 什么 如果你用Ctrl Ctrl 向下 它就是跳到 这个范围的最下一列 Ctrl 向上 就是最上一列 那其实 加了Shift 之后就选取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多一个选取 的动作 好 所以一 游标放一次 二 Ctrl 需要向下 那清楚怎么清呢 按止力什么 对 有没有 OK 好 那这样的话 三个动作OK 所以 再来我们就要 开始来录制了 所以 应该都记起来 所以接下来 实相录制 所以 录制聚集 那名称 叫串接 所以 我做串接之前 取消一下 上面一定要有公式 不然你要重达 Ctrl 一下 恢复 OK 所以 你在做之前 如果没有公式 那你那个公式要自己打 哇 那很多 花很多时间 我先预测就有了 OK 上来 录制聚集 然后这个串接 好 那这样来咯 按确定就等于不能NG了 OK 按确定 1 油标放这里 2 在下面点一下打勾 3块点两项 好了 OK了 OK之后停止录制 记得哦 有开始就有结束哦 因为之前有同学 常常忘记有开始 没结束一直在那边录 然后录了一大堆东西 他一直在跑 啊 就当掉了 OK 所以停止 好 那我们录完呢 录完的结果在哪里 聚集里面就有个缓接 有没有 那你可以执行它 不过现在你执行的话 它应该本来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感觉 你把里面上的清掉 有没有 然后让它执行 那怎么执行 聚集 有一个你刚刚录的一个 叫做缓接的一个聚集 然后你执行看看 有了有没有 执行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清除 那清除怎么清一样 然后录制 那才刚才录过了 所以清除 然后按确定就开始了 一游标放在一字 二最重要的是 Ctrl Shift向下 三按Delete 好 OK的三个动作 停止录制 然后聚集 有没有 就有一个什么 来探接先输出 然后再来就是 清除 清除就这个 按止习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做的跟我这样出现的 结果一模一样的话 那恭喜你 你应该是做对了 可是如果做错怎么办 没关系NG重来 你就是把刚刚再录制一遍 他会问你是要取代刚刚的 那个错误的 你就按是 确定是 那你就重录一遍 那直到录制正确为止 OK 那只是说 如果你要执行那个聚集 就不方便 所以最后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在旁边 增加两个按钮 那按钮最后如何增加呢 其实很简单 在开发人员的下方 这边大概偏左这里 有个插入 表单控制项 左上角第一个 这边有个按钮 就这一个 那这个按钮呢 就跟你小画家 画个举行很像 就是插入 表单控制项 这边有个按钮 然后你就是直接在这个下方这边 然后任何一个地方 按住不要放 十次往右下角拖 那你放开之后呢 这个按钮就多大了 不过你放开之后呢 他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按钮 你按下去会对应到哪个句子 我按下去会对应到串接这个好了 OK 那我习惯会把串接这两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 其实你按确定大概就知道了 有没有按钮5 你可以把按钮5 这三个字delete掉 把刚刚的串接贴上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会做一个串接了 也就是按一下它 自动会有个串接功能 那清楚怎么办 一样 插入 这个按钮一样 往右下角再拖拉一个清楚的大小 最好跟那个串接一样大了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控制一下 放开之后呢 再清除 然后呢 再把这清除两个字复制之后 把它贴到那个 这个按钮6的上面 把它盖过去 这样子的话 最后的话 就是把那个按钮 这边把它点一下 然后串接 如果你按下这两个按钮的结果 就跟我现在显示的一样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呢 你这个两个按钮 就完成了 OK 那如果你按下去 发现 有一些状况 我是建议啊 可能你还是要 恩趋重来的 也就是说 你录制的那个动作 可能就是要重新再做过 三个动作 那至于那个细节部分 你可以再参考那个 我看云章百百上面 有那个参考 云章百百上面 好像有录制剧集 这边上面有了 OK 有那些类似的画面 那我是有在云端上面 有放那个 录制好的层次 在第七页的地方 反正就三个动作 一二三 你们可以看一下 试一下这个部分 入日去期 并产生按钮